新手教學,養寵物人士必看置業衰枝 香港很多人都有養寵物 但並非所有物業都可以讓你侍奉主資 在置業前,就要先看清楚大廈的工契 大廈工契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它列明了業主、住客、租客和物業管理公司的權利和責任 如果違反了工契的話,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 都有權向業主申請禁制令或追討賠償 要看下工契的內容,可以去到土地註冊署的網頁查冊 又或直接向專業代理查詢 如果工契內沒有列明有關寵物的條款 一般都當是可以養的 不過主人就要留意 就算工契說明可以養寵物 但你的兒子女女經常不聽話 嚴重擠要到其他鄰居的話 業主立案法團都有權採取法律行動 如果你是租樓的話 就要同時得到業主的同意 當然,你也要盡做好主人的責任 例如不要讓他們咬爛家具 不要讓無懈的無法塞住去水位等等 避免令業主難做 到達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